赖清德继续挑衅大陆出台实质性的 惩戒台独亡国分子的法律条款 这几节我们来说这个话题 6月20号新一届台独政府满月 赖清德和他的主要副手卓荣泰 在这一天特意发表言论 再一次宣扬并不存在什么一个中国 两岸互相没有利手关系 岛内的舆论说 在大陆对台武力统一的准备工作 越来越紧张的时候 台独的首脑分子们仍然是如此作态 这是完全不在状态 完全不在乎后果 赖清德上台以后 建议其恶劣的挑衅言论 大陆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敲打台独分子 这里面就包括取消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 组织军事演习 控制台海的行政执法权等等 那以赖清德为首的新一届民进党当局 有没有感到危机迫在眉睫呢 现在看来 他们没有这样的感觉 赖清德上台以来 台湾的股市一直在上涨 经济指寿看得还不错 虽然台湾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但毕竟他得到了一个 可以拉出来自吹自擂的寿子 于是赖清德对大陆的警告和惩戒 是完全不放在眼里 他们的论调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 就是拒绝承认一个中国 拒绝承认中国大陆 对于台湾具有管辖权 嘴硬的程度是一如既往 美国在中国内外 以及世界范围内 是扶植了不少的反华势力和反华人物 我们不得不说 台独势力是其中最为顽固 也是最难对付的 绝大多数外国的反华势力 包括欧洲的立陶宛 亚洲的日本 印度 菲律宾在中国面前多多少少都知道要有点分寸 即使对中国很不满 说话做事 他们也不敢太过分 否则 中国以联合国安领会常任理事国 政治大国 军事大国和经济大国的身份 一旦发起反击 后果不是他们能够承受得了的 然而 似乎唯独台独势力 根本就不怕大陆的惩戒 今天在台湾政坛上猖獗的这些台独分子 并没有经受过真正意识的战争 对于战争会和社会 以及个人的命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他们是没有概念的 即使大陆仅仅对于台湾的进出口贸易 进行管制和封锁 可能会给台湾带来什么后果 他们仍然没有任何概念 台湾是一个外向型的经济体 每天有大量的进口和出口 大陆只要切断台湾的石油天然气的进口 再进一步 如果大陆让台湾的电力供应系统瘫痪 台湾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会崩溃 可是赖清德这些人 根本不相信大陆会这么做 看来我们强调和平统一的这几十年 已经把台湾岛上的某些人 惯得不成样子了 既然台独分子如此的嚣张 大陆就动真格的了 6月21号 620的第二天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 简称两高三部 联合发布了 关于依法惩治 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 专门针对台独顽固分子 给出了适用的法律 和具体的司法流程 特别是给出了判处死刑的可能性 和适用的对象 香港媒体认为 这是震慑台独顽固分子的最有效的方法 大陆以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示 要让那些分裂祖国的人脑袋搬家 这不是开玩笑的 意见的出台 对台独顽固分子的打击 更加精准有力 充分体现了14亿中国人民 维护祖国统领的决心 比较敏感的网友们都会注意到 自二十大以来 大陆的对台工作方针 出现了不少的转变 收复台湾的工作 在一步步精准到位 政治 经济 军事 法律 各个领域都在同步联动 套在台独脖子上绳索 在一步步的收紧 一盘大旗早已拉开了序幕 赖清德这些顽固的台独分子 还在邪念迷心 忘乎所以 这实在是悲哀 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